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身穿红色背心的女骑士 要到机车带转区 却没有依照规定车道行事 而是直接骑上了斑马线 脱续行为马上就被原警拦查 一侧之下酒侧值高达0.52远远超标 带您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 事发在六号晚间九点多 高雄凤山区五甲一路与南京路口 当时这名58岁的灵性机车骑士 违规骑上斑马线遭巡逻远远近盘查 身上散发浓浓酒味 一侧之下酒侧值超标 与骑士坦诚是因为隔天眼睛要开刀 担心开完刀暂时不能喝酒 才会找朋友一起喝了四瓶啤酒 涉嫌喝酒骑车还违规行驶斑马线 被警方拦查 不仅交通违规酒侧超标 更被当场上靠逮捕 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开刀前一晚只能在警局度过 暖会出演 WYGWYG 这回事将在警局度中张摀 以所有众众认为